近日北京大学乒乓球队应邀访美 参加美国乒乓球公开赛 以及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举办的 纪念中美乒乓外交的系列活动 同美国乒乓外交的亲历者、青年学生 和当地的民众近距离切磋互动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队应邀访华 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中美青年乒乓球交流活动 中美青年乒乓球代表团的互访 续写了乒乓外交的友好篇章 为中美民间交往注入了新的力量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 活力在地方 53年前 中美青年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 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佳话 两国人民往来越频繁 中美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就越坚实 空间就越广阔 动力就越强劲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落实好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共识 弘扬乒乓外交精神 不断书写中美人民友好新篇章